Hello,大家好,我是葉歐,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OMG,我藏了這個祕密的場合好久 我們團隊在這六個月將近半年的時間準備了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一直在籌備中 我超想超想告訴你們了 但是呢,要等到今天才有辦法跟你們說是什麼東西 超開心的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來透露一下是什麼東西吧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是我們的新品牌叫做ELEA 那現在呢,我們先打開讓你們知道一下裡面是什麼東西好了 因為我覺得你們跟我一樣已經迫不期待了 已經等到受不了了 當你收到的時候呢,它會是這樣子一個信封袋 那信封袋呢,你就可以從後面這邊打開,上面這邊 OK,你打開之後呢 我們可以抽出來 我們第一個產品呢,是日規畫錶 因為呢,我害怕現在台灣的天氣呢,會影響這個日規畫錶的品質 所以呢,我就包了一個塑膠膜在外面 我們等一下呢,再來一起來開這個日規規畫錶裡面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細節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為什麼 我叫這個品牌是ELEA好了 為什麼這個品牌叫做ELEA呢? ELEA在拉丁文呢,是代表橄欖樹 那橄欖樹呢,象徵很多的東西 象徵朋友之間的友誼啊 象徵人跟人之間的一個關係 還有代表呢,光芒跟富裕 然後呢,這幾天呢,我還有發現呢 原來呢,ELEA在阿拉伯也有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神的四語 還是說,偉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我希望呢,在你們使用這個品牌的時候 可以陸陸續續的建造自己偉大的人生啊 還是說跟其他人建立友誼 然後給自己設計一個很完美的生活 如果你有追蹤我們ELEA的IG呢 你就知道,我們這個品牌的風格是很清明很夢幻 那希望呢,你在安排自己的夢想 安排自己的人生目標的時候呢 也可以這樣去夢幻去想像一下 你未來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呢,你未來你想要怎麼做 你真的就可以怎麼做 然後不要去拘束自己 我希望這個品牌可以給你們這種感覺 OK,那現在呢,我們一起來打開這個日規畫表 一樣從後面這邊塑膠膜打開 OK,往上抽 這就是我們的日規畫表 OMG 首先我們先從封面開始 封面下面這邊呢,你可以看到我們品牌的LOGO ELEA 那上面呢,你就可以看到日規畫表這四個字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字體呢 是我們的設計師自己設計出來的一個字體 所以如果你擁有這本筆記本呢 簡直就是這個字體是為了你設計 為了這個筆記本設計的 那之後我們新的筆記本應該也會用不同的字體 好,上面這邊呢,可以看到一句話就是 GET SHIT DONE 我們團隊裡面很愛講的一句話就是呢 我們不應該想太多 我們不應該一直規劃不規劃 然後不做任何事情 而是說呢,你規劃好一件事之後呢 就趕快的做出行動把它完成 GET SHIT DONE 而不是規劃 規劃一整天 規劃一整個禮拜 規劃一整年 然後沒有任何的行動 沒有任何的阐述 那這樣子呢 你的夢想還是只是夢想 OK,那我們現在也再打開囉 TEDA! 啊! Oh my god! OK,其實我在設計這個日規劃表的時候 我在想說 你們會需要什麼 然後我在想說 我平時都是怎麼在規劃我每一天的 那如果你一直以來都有追蹤我的話 你就知道 我一天呢,不會做很多的事 我一天只專心做幾件事 所以呢,我把我那個邏輯呢 用到這個日規劃表裡面 那在左上角這邊呢 你可以填一下你的日期 我在設計這個日規劃表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們真的需要寫日期嗎? 我自己呢,是沒有複習我日規劃的習慣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 你們都會去複習說 OK,可能上個禮拜你過得很好 你會想要去重新再看說 OK,哪一天幾月幾號你做了什麼事 來讓你那個星期變得是一個完美的一個星期 所以我就把它加進來了 這裡呢其實蠻好笑的 這是我們在IG上面的一個笑話 我常常說我們做人要很累啊 除了要工作之外呢 然後還要照顧家庭 還要保濕 還要自己的喝水 很多人都忘記喝水 我跟你們很多人聊天 你們都告訴我說 一整天就這樣過去 有時候一杯水都沒有喝到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放進去 是為了提醒你們一天可能就要喝 你覺得你要喝幾杯水 你就勾幾杯水這樣子 OK,接下來是左上角這邊 今天我要活出 那這整個日規畫表其實呢 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呢 我覺得就是我今天要活出什麼樣子的人生 我有個習慣就是 每天呢我都會問自己 OK,我今天想要活出什麼樣子的人生 What is my intention for the day 我都會這樣子問自己 想跟你們分享一個故事就是呢 去年年底的時候呢 我上了一堂課 那在上這堂課之前呢 其實我很迷惘 我對很多的事呢 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去做決定啊 然後我還在想說 OK,我可以從這堂課裡面得到什麼東西 就一直想很多很多事情 結果呢我就告訴自己說 OK,我一天過算一天 我不要想太多 我只要過好今天 我決定我今天要怎麼過 我就怎麼過 然後每一天早上呢 我就想了幾個字 比如說像是第一天 我決定說我今天要過得踏實一點 我就在這邊寫說踏實 那我那一天我就想盡辦法的過踏實的一天 做出行動來造就你踏實的一天 我上課前每一天早上我就問自己 OK,我今天要活住怎麼樣子的一天 結果這五天下來 這幾個字呢 真的就是簡單的去講了 我那個新奇的七起伏伏 然後最終呢 讓我找到了我要的答案 OK,接下來這個地方呢 是三項重要的事 如果你一直來都有追蹤我 然後如果你有追蹤我的IG的話 就知道我一天不會做太多事情 我一天只做三件事 而這三件事呢是很重要的 或許很緊急也很重要 或是呢重要 但是不緊急 因為有時候呢 對你的人生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呢 其實沒有那麼緊急 但是如果你今天去做這些重要的事的話 會在長遠呢 給你帶來更多的滿足感 今天行程跟重要的事呢就有一點點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每一天呢都必須要去做一些琐事 才能過生活 例如說洗碗啊 倒垃圾啊 跟誰見面啊 接電話打回家等等的 這些琐事呢就可以安排在這邊 當你一天結束了 你可以重新用這個規劃表去問一下自己 你可以問自己你今天目標要進行的如何 如果你覺得你今天過得很完美的話就可以選完美 如果你覺得很糟糕你就可以選很糟糕 當你有這樣子去問自己這些問題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想說 OK我今天過得很糟糕 那我明天應該怎麼過才會過得比較好 還是說你今天過得很完美 明天我要怎麼過才可以過得跟今天一樣的完美 然後在這邊呢隨手筆記 我隨手筆記其實我沒有放很多 因為呢我知道 有時候我們買筆記本或是買日規劃表 這個隨手筆記如果放太多的話 我們根本就不會去用到 所以我就給你們一點點 你們可以想到什麼的時候就寫到這裡 那最後這個地方呢 就是在晚上問自己 還是說一天一大早問自己也可以 那我喜歡呢是在一大早的時候問這個問題 就是我今天想感恩什麼 因為我相信呢 如果我們去練習感恩的話 你就會散發不一樣的能量 散發正面的能量 然後呢你就會開始 吸引正面的事來到你的生活中 如果我們不練習感恩的話 有時候呢 我就會陷入抱怨的那個壞習慣 那當你抱怨的時候 你散發負面的能量 你就會開始吸引負面的事來到你的生活中了 所以我喜歡在一大早的時候問自己 我今天想要感恩什麼 歐普拉有說過一句話就是 當你學會感恩的時候 你的生活就會擁有越多 當你一直抱怨不會感恩的話 你擁有的東西會越來越少 等一下會教你怎麼去寫這個日規劃表 怎麼去使用這個日規劃表 那在我們下一步之前呢 想跟你們說 這個日規劃表呢 你寫完之後 你可以撕下來 然後你想要夾在你的筆記本裡面也可以 你想要貼在哪裡都可以 就是一張一張這樣子撕下來去使用 OK 現在呢我想要跟你們分享 我自己是怎麼使用這個日規劃表的 OMG 我現在還是沒有辦法相信 這個日規劃表有多可愛 我在那邊有個螢幕 所以我可以看到 因為我是從上門下 發現好可愛的顏色 OK 那它是這樣子往上面打開 我們現在呢從右上角這邊開始好了 右上角這邊呢 幾月幾號 譬如說今天是2月2日好了 星期幾 今天星期幾 嗯 星期二 OK 那我們就在這邊選2 記得這個日規劃表 你想要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 不要因為我講了我怎麼使用 就覺得說一定有某個規則 來使用這個日規劃表 NO 你想要怎麼用就怎麼用 你的生活 你想要怎麼做你就怎麼做 那接下來就是今天你喝了幾杯水 你每次喝了一杯水之後 你就可以打勾 你可以用這個日規劃表 來看你今天到底有沒有喝水 因為我知道我們每天都很忙 很容易就忘記喝水 如果你想要提醒自己喝水的話 等一下你填好之後 把它放在你很容易看到的地方 每次看到你就提醒自己說 OK 我現在要去喝水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我真的需要有個東西提醒我去喝水 不然我真的會忘記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日規劃表 的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今天我要活著怎麼樣子 因為今天是拍攝日 我想要活出真實 所以我想要在這邊寫上 真實 當你寫下我今天想要活著怎麼樣子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等著事情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中 因為你等待的話 你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遇到這些感覺 什麼時候才會遇到這些機會 所以我喜歡製造我的生活 去製造我想要過怎麼樣子的一天 我就去製造那樣子的事 例如說今天我想要真實的做自己 讓你們在這個影片裡面 可以看到我真實的樣子 來到這邊之前 我就一直告訴自己 去先給自己的心情去準備一下 我就一直告訴自己說 你可以的 你可以完成今天的拍攝 然後你會表現得很好 我就一直告訴自己這些正面的話 所以如果你知道今天要過得怎麼樣 去規劃 然後按照你的規劃去做的話 我相信你就可以製造自己想要的一天了 好 那接下來在左邊這邊 你可以看到三項重要的事 有哪些事對你來說很重要 你一定要在今天完成 例如說 如果這些事在短期之內 你沒有辦法完成的話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接下來要做事 還是說這些事情在未來對你來說 很重要 所以你務必要去做 例如說我自己呢 我知道今天要做很重要的事是拍攝 所以我就在這邊寫上拍攝 我的字好醜 應該請一個寫字比較漂亮的人來寫 這個不應該是請叫我來 然後第二件事呢 就是回家剪片 然後我突然想起來 我還有一件事蠻重要的 但是我還沒有處理 因為最近有太多的事 所以要回覆一下 Evan Evan 是我的助理 By the way 然後他是一個很 amazing 的助理 我要提醒自己回到家的時候 要回覆他的信件 不然他就沒有辦法注意自己的事情 也會耽誤到我們很多的事 那今日行程呢 一樣你看一下今天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一些琐事 比如說像是今天晚上八點二十 我有一個會議 所以我就在這邊寫上會議 其實呢你不一定要填滿三項 還是你每一格都要填滿 只要填你想要填的東西就好了 你不一定要覺得說 OK這個日規劃表上面有三格 有六格我一定要填滿 No 你想要怎麼做你就怎麼做 那今天晚上呢我回到家 我全部事情都做好之後呢 我就可以問自己 今天的目標進行得怎麼樣子 如果很完美的話呢 我就可以在完美這邊打勾 如果過得不錯 我就可以打勾這個笑臉 普通的笑臉 沒有像完美笑的那麼誇張 然後如果今天只有過得普通 我就可以勾這個勾中間這裡 然後如果我想要明天再努力的話 我就可以勾再努力 那如果今天過得很糟糕的話 我就可以過得很糟糕 但是呢今天過得快要結束了 我覺得今天過得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等一下我會勾這個 我先勾好了 OK每天我們過生活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在腦中 想到一些很有趣的idea 會想到你應該要做什麼 你還可以做什麼 然後有哪些有趣的事 還是單純呢 有時候呢你想到一個東西 但是沒有地方寫下來 所以我在這邊呢 給大家準備了一個小的地方 沒有很大 你可以在這邊呢 將你能夠想到東西就寫下來 那寫下來這個地方呢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每天早上呢 都會問自己說 我今天感恩什麼 我要在這邊寫呢 我今天很感恩我的拍攝團隊 一大早就在這邊幫我架設這個set 然後還陪我拍攝這麼久 我們現在已經拍攝了差不多 差不多有四個小時 OK你寫完之後 你可以怎麼去使用這個 你就撕下來 撕下來之後呢 你可以夾到你的筆記本 如果你很常看你的筆記本 還是說你可以把它貼在你很容易看到的地方 例如說呢 我會把它放到我的電腦前 因為我每天的工作內容呢 其實就是盯著我的電腦 所以將這個放在我的電腦旁邊呢 還是說電腦下面的話 我就會一直看到 然後提醒我去做三項重要的事 然後提醒我要想起要感恩什麼 然後要提醒我今天要過的什麼樣子 然後提醒我去喝水 然後呢 還提醒我今日有什麼行程要去做準備的 這個日規畫表呢 其實就很生活化的 如果你有使用它 把它帶在你床上看到的地方 你就可以利用它 來不斷的提醒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 你覺得有哪些事你該做 你就利用它 來一直不斷的提醒你去完成那些事 OK那這就是呢 ELEA的第一個產品日規畫表 我們這個品牌呢 會在2月2號上架 如果你現在正在看這個影片 然後你對這個日規畫表興趣的話 記得2月2號準時上限 如果這個日規畫表呢 銷售完呢 就可能需要再等一段時間才能夠進貨了 所以如果你正在看這個影片 你想要支持我 還是想要購買這個日規畫表 來安排你的每一天的話呢 記得2月2號準時上限 最後想跟大家分享最後一個東西 就是呢 我們來到這個日規畫表的背面 如果你一直以來都有追蹤我這個頻道的話 你就知道了 我們這個頻道有個slogan 就是呢 夢想不搭配行動的話 永遠只是夢想 那在製作這個日規畫表的時候呢 我跟我的團隊就一直在想說 怎麼樣子 可以讓你們做出更多的行動 所以規畫完了一定要做出行動 你才能夠去建造你想要的生活 那希望呢 這個日規畫表可以幫助你做到這件事情 OK那最後呢 謝謝你觀看這個影片 記得 Eleah還有這個日規畫表正式上限的時間是 2月2號 OK 那連結呢 會放在這個影片下方 OK那我們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邊囉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每週二周四呢 都會上傳新的影片 然後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拜拜